大家好 欢迎收听《望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次想跟大家分享一集 发生在印度的一宗严重的交通意外 时间发生在10月8日的早上 地点位于印度比哈尔邦的穆扎法尔普尔地区 实际在哪里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 那个名字真的很巧合 不过不要紧 最重要的就是你们细猜不到 一个经常自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 但是当地的警察 真是无耻度 是难以以不默来形容的 一直以来给我的感觉就是 印度的文化做什么都很随便的 好那西 每一次见到这些新闻 都是在冲击着人类的道德底线 这宗岸就是涉及在当地的公路上 就有一架卡车超速行驶 好不幸就撞死了一名老人 吓一声 整个人都散了 搞到尸体都残缺不全 身份无法辨认 现场真可谓惨不忍 好那意外发生之后 有人很快就报警 之后就有三名警察 去到事发现场 当地亦都出现大量的老人聚集 而跟着下来 所发生的事情是更加之令人震惊 不单止令我感到震惊 连当地印度人也感到难以自信 也就是因为这样 也有人把视频拍下 在这条视频里 看到两名警察 就将一名血淋淋的肉块 就是一名残缺不全的老人尸体 他们两个人夹手夹脚 将它拖到路边的栏杆上 之后第三名警察也帮着手 用着木棍托一托一条丝 最后就将这条丝扔下河 大家可以看看画面 他们三个人夹手夹脚 将这件事扔下河 就是这样 哇 那个画面 简直令人惨不忍睹 而我看到那个画面 还要是没有打格仔 没有蒙了 三个人看起来 好像很轻松平常 就这样 就将一个人扔下河 好了 要知道 那个只是尸体的一部分 还要三名警察 光天快地这样做 看来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做 因为如果是第一次这样做 又怎样可以 这么无情的事都做得出呢 而且 他们的行为也吓到在附近围观的人 所以就拍下了这一则的视频 然后更加是放上网 当放上网之后 这一则交通意外也在包括印度的媒体 有广泛的报导 大家画面上的截图就是来自印度的媒体 在题目就写 没有尊严的死 当地警察将尸体 扔入混河里 哇 这种做法不单止是对死者 是完全无尊重可言之外 更加可以说得上是 对他自身那套制服 完全的羞辱 而且是难以令人自信的 连印度也是觉得令人难以自信 相信他们所作所为 可能就是出于一种求求其其的心态 会不会和腐败有关呢 意思就是说 交通意外撞死人的卡车 会不会是湿了水 给这些警察 而这些警察 可能也评估过这位死者 那个社会地位总性制上的等级 知道他是这些低端 极低端的人口 所以就一手就当他垃圾扔了 还有 这名死者又有没有家人呢 他们的家人知不知道 这位老人家已经去世了 在印度 是不是牛的生命 是比人的生命更加重要的呢 看来是的 在印度 如果 而你对牛不敬的话 你可能是很大罪也不一定的 但是 对一个人 这么随便来处理 简直就真是匪夷所思 而正因为这些视频放上网 也遭到大量的人 向当地的警方负责人 咨询的 当地警局的负责人 安库玛 就对这件事作出回应 他就说 当日早上的确是一名老人家 被卡车撞到 然后当场死亡 而受害者 可谓残缺不存 手手脚脚 拼出来 有部分的衣服 和部分的肉块 更加粘在路面上 于是乎 这三名警察 就擅作主张 将部分的尸体 就进入胶袋里 而身体其余的部分 也就是下半身那一部分 就扔了河 一次这么严重的交通事故 但是 就没办法 将全尸可以取回 进行试检 后来 据说当地警方 也都派人去到 下面的运河 尝试打捞尸体 事实上 印度 一般人 没有什么所谓的 公德心这种概念 垃圾随处砍 很多地方 骚髒滑 撞联不堪 甚至乎 首都也是一样的款 运河 不单止 是用来 弃制家居垃圾 甚至乎 弃制尸体 其实也颇为常见 有不少在YouTube上的视频 也有说过这个问题出现 当地人 那个 卫生意识 是恶劣到不堪之外 同时对他人的生命 可以画得上是非常严重的浅达 我看到那条视频是没有打隔 我就感到非常震撼 所以 我也劝大家 不要尝试在网上去找这条视频 我看完这条视频的时候 我真是幻想 如果我是这名交通意外的死者 而最后竟然落得如斯下场的话 你说是多可怕呢 据当地警察局的发言 据说 这三名警察就已经被停职 至于 会怎样处理这三名警察 会不会过一段时间后又被他们恢复完职呢 这个有这样的可能 因为毕竟 你说当地的腐败程度 也是非常严重的 很多人做事都求求其其的 为一个这样的国家 老实说 我一直以来都看不到有什么的前途可言 其实也不怪得了为什么 这么多印度人想离开印度这个国家 搬去其他国家居住 因为这样的环境 这样的人民素质 其实真是很令人难受的 尤其是对一些有知识水平的人 个个都很想离开这个国家 他们还要置他为一个最大的民主自由国家 有普选制度的国家 但是你看看人的素质 连警察都是这样的 你说一般人 甚至乎街上的流氓 那个程度是多么恶劣 有不少网民也取笑 喂 那条河是不是恒河来的 我见很多人 都是随便把这条丝放到恒河里 就当是 撞了他了 有人还调刊说 放到这条河里 其实 可以帮他 尽快转世投胎 唉有时见到这些 这么不堪的事 老实说 我都取笑不下了 不过有一件事可能是真的 牛的地位 是比很多印度人的地位为之高的 以至穆迪上台后 我想大家都应该或多或少都听过 穆迪一直所推行的大运道教主义 甚至乎有警察会逮捕他们 所以 理由就是 他们的穆斯林就涉嫌 杀害一些牛仔 又或者 怀疑他们有计谋 有预谋 去杀一些牛 连这样的都可以作为理由去拘捕这些穆斯林 去玩借人 所以呢 一个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有前途的呢 所以我是不明白的 我是不明白为什么西方国家看不到印度这么恶劣的一面 还要一个二个去称赞印度为民主国家之外 还极力拉拢他成为盟友 好 这些西方国家其实是不是都是这么无耻的呢 看来也是 不过 说回这案件 为什么呢 当这三名警察 这样将那些丝块 扔到河里 而围观的人没有走去阻止他们呢 就这一点 我都觉得很奇怪 其实是不是围观的人 大家都很支持的 这一则新闻 在网上也有非常多的印度人在讨论的 我见有留言就这么说的 当地的警局最近很忙于处理人口普查的事情 做人口普查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在选举中收集更多的资料 而他就认为当地对于高种性的人才会当他们是人 其他一些可怕和不文明的事情都一一收起 也有网民问 究竟这些人晚上还睡不睡得着呢 我自己看到也睡不着 但是看来 这三名警察搬的时候很轻松 可以肯定他们不是第一次这样做的了 同时也有不少印度网民都说看到这条视频都觉得自己很不舒服 令一名印度网民更加说他们是警察 但是看来他们需要查一下他们 看看他们有没有做人的资格 究竟这种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的人 为什么可以通过警察的考试而成为警察呢 很多政府部门都像骗局一样 根本就没有接受过调查 只要你有钱 你想做什么职位都可以 从这些质帖文 或多或少都透露了一些信息的就是 第一 当地的腐败程度是严重到不可理喻的 第二就是 很多人的质素都是极之低劣 但是质素低劣的人都仍然可以做到警察 明显的就是会不会当中存在着腐败呢 我相信肯定有的了 因为始终做警察在收入上有保障 好了 今次关于印度话题就说到这里为止 下次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